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一位奇女子 即使亡故后还让三位皇帝为她着迷 古代女子处于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 她们在家被称为谁谁之女 出嫁后又被称为谁谁之妻 冠以夫姓 比如孟姜女 她其实是姓姜 丈夫姓孟 嫁然后丈夫的姓就是她的主要称呼了 从汉位之时构成雏形 但并未流行开来 等到南朝之时 世家大族蓬勃发展各族林立 为了巩固家族势力 让女子贯夫姓很有必要 后来很多依附丈夫的女子经常会有同个称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想出来丈夫的姓和女子的姓组合起来作为称呼 唐朝有一位皇后 瑞珍皇后沈氏 关于她的名字 历史并未记载 只是民间相传她叫珍珠 可关于她的事迹却是历经三朝 让三代皇帝都为她的下落而耿耿于怀 而她的一生也被搬在银瓶上演绎 相信有许多人看过大唐荣耀 剧中沈珍珠和广平王李畜 两人经历磨难始终不离不弃 最终珍珠为了成全李畜不愿入宫 甘愿付出的珍珠让李畜对她一生难以忘怀 若是历史上的李畜寻觅多年真的找到了沈氏 那倒是万事大吉 只可惜沈氏从未被找到 若是天子要找一个人始终找不到的话 可想而知此人大概是生死难料了 沈氏出身名门 吴兴仁 吴兴沈氏为东汉海昏侯沈荣之后 后世子孙历代为官 父亲沈亦直生前曾任大理政 后来被追赠为秘书间 又被唐德宗追赠为太师 在这样的名门望族长大 沈氏成长为一个直书达理的官家女子 亭亭玉丽正带婚在家 当时皇室会为皇子或者皇孙挑选妃嫔 或者是补充宫内的女官 需要从宫外挑选良家女子 当然这良家女子也不是谁都能当的 女子祖上为非行禄之家 也非微寒之族 因此身世良好的世家官宽之女 就成为首选对象 如此沈氏就被选入宫中 开元末年 沈氏被太子李亨赐给了皇长孙李处当侍女 七四二年 十五岁的李处已被封为广平王 两人算是青梅竹马 沈氏也为他生下了皇长曾孙李氏 即日后的唐德宗 夫妻两人感情胜度 但沈氏并不是郑妃 七四六年 崔氏凭借杨家权氏成为广平王郑妃 不过两人还是凭借着十五年的情分 一直都很恩爱 若是没有发生后来的那件事 恐怕沈氏日后就能等到李玉即位 她不是皇后 也是贵妃了 公元七五五年 安史之乱爆发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出逃 随行的还有诸多皇室成员和文武大臣 李玉也在其中 她的王妃崔氏凭借着母家权氏也成功出逃 但沈氏和其他宗亲很不幸 当时还是皇孙的李玉人微言轻 无法将沈氏一同带走 他们没有跟上一同出逃 被叛军抓到了夜亭中 等到七五六年 李玉收复洛阳 这才在夜亭中见到了沈氏 因为她身负收复北地的重任 于是没有将沈氏带回长安 另外朝中的张皇后 也在针对她这个新的皇太子 所以李玉不敢将沈氏带回去 而是仍然安排在洛阳 此时的他们都想不到 这一别就是永别 李玉后来被立为太子 但奇怪的是 他却没有把深爱的沈氏接回长安 我想大概是因为沈氏被掳期间 无奈失身于人 李玉一时间不能接受吧 几年之后 史思明杀死安禄山的儿子 自己建立政权 再一次向洛阳发兵 这一战之后 沈氏下落不明 李玉下旨 一定要找到沈氏的下落 整整找了二十年 仍然杳无音讯 李玉怎么也没想到 因为当年自己的一点私心 却让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人 可惜一切的后悔都已经晚了 悔恨加上最初的深情 李玉发誓今生只有沈氏一个皇后 无论大臣再怎么拿祖制劝解 再怎么小之以礼动之以情 李玉始终没有立皇后 对李玉来说 最苦涩的不是没能和沈氏白头到老 而是依人患难时的袖手旁观 最后徒留叹息 洛阳再次陷落 沈氏下落不明 生死未捕 762年 唐代宗即位收复洛阳 但他再也找不到沈氏了 即便是天子下令 也找不到沈氏的踪影 直到公元779年 唐代宗去世 在位17年 找了17年 他再也没有见到沈氏 沈氏的儿子李氏即位 在册封仪式上 他和大臣对着空气跪拜 李氏痛哭不止 册封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他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 于是下令寻找生母 就在公元781年 洛阳城内就出现了一个沈氏 虽然之前有很多冒牌货 但李氏说过 即使朕被骗过上百次 朕都不会怪罪于他们 因为他们能给朕希望 嘴上虽这么说 但是李氏还是十分谨慎的 联盟请年老的太监和宫女们前来确认 经过比对特征 这位沈氏 年龄以及相貌都相防 左手的刀疤也是位置相同 李氏这次真的高兴坏了 亲自派了几百人去接沈氏回宫 这个大好消息也传遍了民间 整个皇城的百姓都欣喜不已 为皇上高兴 大臣们也纷纷都来道贺 可是内幕却被一人得知了 这个人叫做高承越 他知道这个沈氏是高丽氏的养女 是假的沈氏 然而高承越没有想到自己的侄女如此欺君往上 如果这件事被拆穿 那么家族都会被抄斩 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计划 防止夜长梦多 高承越直接大意灭亲 把这件事的一切都告诉了李氏 李氏当时也是很惊讶 没有想到就到了这种地步 还是一个假冒的 冒充太后欺骗皇帝 这是犯了死罪 但李氏并没有杀冒充的人 他害怕若是杀了一个 以后就不敢再有人前来认亲的 但这样一来 前来冒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但李氏和生母生活多年 自然能够认出生母 他也没有再见到自己的生母 一直到他去世 接下来就是沈氏的皇孙了 李宋即位后 仅在位几个月 但也一直在找沈氏 一直到公元805年 唐献宗即位后 大臣们才敢劝说 已经寻找沈氏40年 按照唐朝规矩 失踪三年便可扶桑 于是唐献宗这才决定放弃寻找 追封沈氏为太皇太后 上氏号为瑞珍皇后 为其发丧 葬衣冠种 省卫主妇戴宗妙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 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